本期内容由默默提供脑洞支持 自从加入默默兴趣小组 才发现有这么多人和我一样喜欢内裤外穿呢 故事要从几千年前的一次危机说起 当时地球上出现了一个大恶魔想要毁灭世界 为了拯救地球 一些具有特殊能力的人联合在一起 共同和恶魔作战 最终打败了恶魔 后来这些人成立了一个防范重大威胁的秘密组织 名叫SHRELD 经过几千年的发展 这个组织后来被政府接管 变成了国土战力防御攻击于后勤保障局 简称智障局 啊不战障局 当然它的另一个称号要更有名 是的神盾局 而我就是神盾局局长Nik Fruy 我的任务就是在全球各地寻找超级英雄 然后把他们集结起来组建一支战队 对了本次行动是由默默提供经费支持的 毕竟神盾局总用纳税人的钱不好 因为我们的工作需要保密 我们可不想像其他机构那样耍流氓 用纳税人的钱还不接受人家监督 我们以天空母舰为基地一直在寻找优秘的世界 啊不有英雄的世界在哪里 后来飞到一个地方云烟雾扰有如仙迹 连天空母舰都找不到方向 一看就感觉是出神人的地方 于是我决定下去打听一下这里有没有什么超级英雄 下去后当地人告诉我 他们的超级英雄是一个名叫孙悟空的猴子 当我找到孙悟空时 他正在忙着演电影 他说他现在是一个超级IP 一年几十部电影电视剧 无数通告根本没时间 我查了下他资料 身于一千年前压于五百年前忙于二十一世纪 这只猴子人称也是够起伏的 后来我又去了附近的斯密大国 那里的英雄每天就忙着两件事 吃泡菜和谈恋爱 那里最近出了个名叫宋忠基的超级英雄 还说自己是太阳的后裔 后来我去了他们隔壁的兄弟家 那里的人说他们只有一个超级英雄 而且还上过太阳 那么这时候问题就来了 宋忠基到底是谁的后裔呢 跑了一大圈一个英雄都没请到 最后我不得不回国 看来只有我大美的的超级英雄在拯救世界了 不要问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英雄都是吃饱着趁着没事干 第一个找到的就是他 富二代科技狂 人肉版变形金刚 文科开跑车带美女瞎转 无可和网红街边路串 是的 他就是国民佬 国民英雄 钢铁侠 Tony Stark 当我出现在他面前时 他显然很惊讶 问我是怎么发现他的踪迹的 我掏出手机默默上查看附近的人 哪里都有你的动态 钢铁侠果然是一日牵你啊 Tony怂怂间 志同道合的人约 你没有理由拒绝啊 你也知道 我交朋友从来不看人有没有钱 反正都没有我有钱 我只看和我有没有共同兴趣 当我表明了爱意时 他一口就答应了 因为他正愁没有声音样的队友一起玩耍 然而并不是每个超级英雄 都能像Tony这样 一生下来就是富二代 像他这样有钱的可以靠科技 那穷逼就只能靠编译了 被蝙蝠咬一口变成了蝙蝠侠 被猪咬了一口变成了猪猪侠 被口香糖咬了一口变成了绿剑侠 接下来我要找的这个小青年 就是意外被蜘蛛咬了一口变成了蜘蛛侠 蜘蛛侠白天在报社当个小记者 每天都会遇到各种不公的事 但他又不能写 写的不好就是妄议 所以他每天的工作就是转载统一的报道 然后删评论 每当夜幕降临时 他就会穿上蜘蛛服 从手中射出一道的网 然后在高楼大厦之间冲浪 又要上网 他在网上以文字为匕首 以表情包围武器 跑红各种不公打击一切恶势力 他也给自己起了个网名叫四百大妈 以此来至今大阳彼岸 另一个传奇的大妈组织 和他一样都是后天变异的 还有一个超级英雄 名叫浩克 一发怒就会变成绿巨人 生气起来连自己都打 后来浩克加入了我们 蜘蛛侠说他考虑考虑 因为他还要工作还房贷 相比较这些后天变异的 后来我又发现了一群更厉害的先天变异 他们被称作变种人 平时他们都伪装成正常人 隐藏在我们当中 但依旧逃不出我的血轮眼 当我找到金刚狼时 他正一个人在酒吧喝酒 我走上去跟他表明了我的来意 但他看都没看我一眼 我想我得用点特殊的大善手段 打开他的心扉 于是对他说 别和陌生人说话 别做新鲜事 继续过平常的生活 胆小一点 别好奇 旧碗里会的 礼貌写远远的不要什么都尝试 就这样 你要是再念广告词 西蒙兄我把你舌头割下来 活着吧 终于我还是套上了话 在我的盛行邀请下 他说他有一个问题 一直很困扰 如果能帮他解答 他就答应 我心想他肯定是因为长生不死 常常对人生产生了困惑 这种问题我最拿手 金刚狼问 我受伤之后需要两个小时 才能让肉长起来 而敌人把我的肉削完需要三小时 现在有个敌人一边削我 我一边长肉 问我要用多长时间才能完全愈合 最终他还是没加入我们 因为我小学最业都是抄的 后来我找到了他们变种人学校 当我见到X教授时 他傻都没说 我说你难道不想知道 我是怎么找到你的吗 X教授说 你不就是想说在默默上 发现了附近的变种人兴趣群组吗 别忘了我的超能力是什么 所以我就不问 看你怎么植入 读心术真是太可怕了 我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只能离开了 跑了一大圈 什么超级英雄都见过了 现在唯一的问题 就是缺个拧头的 就在这时候 那个人刚好醒了过来 是的 他就是美国队长 身穿13道杠 头顶50颗星 伟大光明正确的资本主义接班人 他是一个出场自带BGM的男人 所有人见到他都情不自禁的脱帽禁迷 他带领着超级英雄 打击恶势力 共建和谐社会 而这些都不是他最主要的作用 他最主要的作用 其实是让大家知道 是我们美帝在拯救世界 最终我召集了六位超级英雄 组建了一支复仇者联盟 巨人黑寡妇应演侠 美国队长则担任赴联的主任 为了方便工作的开展 我还在默默见了一个 复仇者联盟的兴趣群组 大家平时就在群里接任务 哪里有坏人 哪里有袭击 都会第一时间在群里通知 突然有一天 我们发现附近有个类似的兴趣群组 名字叫正义联盟 他们的兴趣也是拯救世界 调查后才知道 原来他们也是一个超级英雄联盟 成员由蝙蝠侠 超人 绿灯侠等人 叫了许多外援 一场正义联盟 和复仇者联盟的大战 就这样爆发了 然而不管哪个超级英雄 都有致命弱点 只要发现那个弱点 便可以将其一举拿下 钢铁侠的致命弱点 就在于心脏 他的盔甲要靠他的心脏供电 所以对付他就是拖延时间 拖到没电为止 除非他有个 充电5分钟 打斗年小时的能量员 有人说超人的弱点是刻实 那刻实是一般人买得起的吗 其实他的真正致命弱点 是他的披风 除了装逼傻酷 一无是处 飞的时候一个不小心 就挂在了树上 绿巨人的弱点就更明显了 他每次变大身衣服都会被撕烂 唯独内裤不会烂 可想而知 他的内裤弹性多好 所以只要在战斗前 偷偷把他的内裤还掉就行 看他还怎么变身 黑寡妇的弱点人尽皆知 赴年里所有英雄 都知道他的功夫好不好 你知道我在说什么 蜘蛛侠需要借助高楼大厦 才能荡起来 所以对付他 只要把他引到空旷的地方 然后大声问他一句 你咋不上天呢 死是超级英雄你的段子手 对付他只需要给他看一场晚会 然后还不准他吐槽 不服憋着 小样看我不憋死你 美国队长的致命热脸 就是神奇女侠的真言套索 被真言套索套上 美队才承认 原来这一切背后是肮脏的五毛钱交易 蝙蝠下知道 所有超级英雄的致命热脸 有人说他的热脸就是他自己 正是一句无法反驳的废话 其实他的热脸是小丑 小丑说 我仅仅是表面上的大笑 我的伤痕在皮肉之下 如果你能看到我内心深处的哭泣 或许你会同我一起流泪 小丑认为是蝙蝠下让他更完整 反过来又何尝不失了 那个城市配搭上一个更有品味的犯罪高手 那场大战打了三天三夜 幸运的是双方都没有人员伤亡 只是差点把地球毁了而已 之后我又去见了X教授 X教授是个聪明人 他说我知道你们的意图 深蹲局组建超级英雄联盟 并不是要对付坏人 而是要对付这些超级英雄自己 我说与其说对付他们 不如说是在保护他们 你以为上面会允许这群 具有毁天灭地能力的人 整天在外面到处跑吗 你看现在正义联盟和复仇 这联盟先着弹腾打起来了 差点就把地球给毁了 你觉得应该怎么办 他说 我相信你也知道 关于深蹲局诞生的传说 那个几千年前 关于大魔王的谎言 有坏人他们就是英雄 没有坏人 他们可能就变成坏人 有敌人要上 没有敌人制造敌人也要上 因为你不制造敌人 你就成了他们的敌人 那次谈话后 我又去单独找了一下钢铁侠 几个月后的一天 美国队长突然跑来激动地跟我说 有个叫傲创的家伙要毁灭世界了 我震了一下 然后开动了天空母舰 这一次我们又要再次拯救世界了 当正年和复年在忙着拯救世界时 归宁者在一旁笑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也在默默建了一个 九筒风神榜的兴趣群组 群组号388-98506 等着冲宝宝们一起来玩 我们群组主要功能就是扯淡和发红包 次要功能是拯救世界 对于拯救世界这件事 我们相信没有什么是一张奥像簿解决不了的 如果有 不可能有 我们